〔搖擦〕 嗯,真是好問的 我每天都搭地鐵 每天都好逼 再好逼,又好逼,又好逼,又好逼 再好逼,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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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逼 還要給門夾,給人呸,給夾桶 逼也算了,還要被逼 但是逼是要集中人之力的 如果你單獨一個人去坐地鐵的話 怎樣才能令人懵得入化境呢? 處男處女 他們彷彿當我捉著樓柱是一種享受 女的就當自己跳著港筋舞 男的就當自己捉著一棵椰樹 你不說我以為自己去了夏威夷 你只拿一杯Dramatini Where are you from? 同時這個也是發洩無位置坐的一個方式 就是我沒有位置坐 你也不用至意站得穩 第二個方法 情侶廢秀區 一開始 情侶就會很快地 分別走去這四隻角 情侶就為這四隻角 給了一個新朵 叫做拍拖勝地 只要他們一擺好這個姿勢 就可以如日無人景 我經常覺得他們不是為了來坐地鐵 他們只是為了來捉一下那塊玻璃 和笑一下那些摩托拍的可憐蟲 所以叫揮手區已經很給面 難聽一點 那裡根本就有他們的野山區 但是各位乘客 車廂內嚴禁飲食的 哎呀!我…我小孩吃的 不是我小孩… 第三,摩西托世 但是… 吳空,你又不妙了 由我去年回來香港頂居開始 地鐵地下就多了幾條線 去重新教人怎麼排隊 現在人們排隊上車要分開兩邊站 中間就留一些位置讓人下車了 但是會願讓人當自己摩西 覺得自己有超能力 可以把兩幫魏民 好像洪水一樣分開兩邊 留一條路給自己走 你當你自己是甚麼 新娘盡場還是金正恩閱兵大典 我們需要一字排開和你… 虧現關聯 你是紫摩西而已 第四,請先讓乘客下車 翻譯一下吧 這句話,有廣東話 有英文,有普通話 究竟那些不顧一切衝上車的人 他們是理解能力的問題 還是語言能力的問題呢? 這是關乎空間的問題 在物理學的層面上來說 這幫人不下車 這幫人是沒有辦法上車 這個問題沒有三五七八個學位 是不會明白的 很多大學都著手研究這個問題 不明白不重要的 課金也不明白的 如果在上四點已經駕輕就熟 但是無用無知地的話 不妨以後搭一下高鐵吧 還有沒有人回答的話 你就可以在高鐵的車樓上 才能運生解數了 不過無論你做什麼都好 都會有人包容你的 車上是大家的 And say your life